大家好,欢迎来到听书学识。 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由土田龙医生代任专业指导的《体脂肪全解析医生详解从形成原因到有效对策》这本书。 说到体脂肪,大家会有什么样的印象呢? 对正在减肥的人来说,也许会觉得它是身体里该被消灭的坏东西。 但其实,这是一个错误的看法。 脂肪在我们体内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。 它是储存营养的仓库,还能维持体温,并且保护身体,免受外部冲击。 也就是说,脂肪是人类生存中不可或缺的存在。 不过当然,如果体脂肪过度增加,那也会带来各种问题,那就是肥胖。 正如人们常说的,肥胖是百病之源,这绝不是对身体有益的状态。 最近是不是觉得自己有点胖了,或者发现肚子有点鼓起来了? 那你一定要认真看完这次的内容。 在这段视频中,我们将彻底讲解,关于体脂肪的正确知识与其功能, 减肥中饮食的方法,以及燃烧脂肪的食用技巧。 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三个部分。 第一,为什么吃东西会导致肥胖。 第二,如何通过饮食减少内脏脂肪。 第三,有效燃烧脂肪的具体技巧。 首先是第一部分,为什么吃东西会导致肥胖。 在开始探讨如何减脂,如何保持理想体型之前, 我们必须先弄清楚一个最基本的问题, 为什么吃东西会让人变胖。 许多人以为发胖只是因为吃多了。 但事实上,背后的原因要比这复杂得多。 要理解这个过程,我们首先得认识体脂肪的角色。 适量的体脂肪是生存所必须的。 它能在寒冷时保温,在饥饿时功能, 还能起到保护内脏的作用。 可以说,脂肪是人体的重要能源仓库和防护层。 然而,一旦脂肪储存过量, 它就会从守护者变成负担。 不仅影响体型,使人显得臃肿。 更严重的是,它还会干扰身体的代谢平衡, 诱发高血压、高血糖、高血脂等慢性疾病。 那么,体脂肪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? 其实,它的来源非常简单, 就是我们每天吃进去的食物。 食物中的营养被分解吸收后, 一部分会被用作及时能量, 供给大脑、内脏、肌肉运作。 而当摄入的能量超过了身体的及时需求时, 那些暂时用不掉的营养, 就会被身体储存起来。 储存的形式,正是体脂肪。 一,吃糖真的会让人胖吗? 很多人都听说过,吃糖会胖。 碳水会让人发胖这样的说法。 这可不是空穴来风。 当我们吃下饭、面包、意大利面、甜点等食物时, 其中的碳水化合物会在体内被分解成葡萄糖和果糖。 这些糖分被吸收到血液后,会使血糖浓度上升。 此时,胰脏会迅速行动,分泌一种关键激素,胰岛素。 胰岛素的主要任务,是把血液中过多的葡萄糖收回并安排好去处。 它首先会将一部分葡萄糖转化为糖原, 储存在肝脏和肌肉中,作为备用能源。 但糖原的储存空间有限,就像一个只能装一定量燃料的小油桶。 当这些储存空间加满之后,身体就会启动另一套机制, 把剩下的糖分转化为中性脂肪,并送进脂肪细胞中保存。 这就是体脂肪形成的瞬间。 换句话说,当你摄入的能量超过身体当下所需, 多余的那一部分就会被悄悄储存起来, 以防未来断粮时可以使用。 但现代人几乎从不会断粮。 于是这些储存就越积越多, 最终表现为脂肪层的不断加厚。 这就是我们变胖的根本原因。 二,为什么吃多了长的是脂肪,而不是肌肉? 也许有人会想,既然我吃这么多, 为什么不能多长点肌肉呢? 答案其实很简单。 肌肉不会凭吃而生长。 它需要刺激。 肌肉的生长需要力量训练来激发。 而多余的能量如果没有被肌肉利用, 就只能走向另一条道路, 被脂肪细胞吸收。 更可怕的是, 脂肪细胞具有独特的性质。 它们不仅能膨胀, 还能分裂。 也就是说, 当一个脂肪细胞吃成了, 身体会直接新建仓库, 生成新的脂肪细胞来继续储存。 从理论上讲, 这个过程几乎是没有上限的。 所以, 肥胖之所以难以控制, 不仅是摄入太多的问题, 更因为身体本身具备无限扩容的机制。 三, 脂肪也有类型之分。 当我们谈论体脂肪时, 实际上包含了两种不同的脂肪。 皮下脂肪分布在皮肤下方, 包裹着全身。 它能保护身体, 免受外界温度变化和压力的影响。 如果你的身体看起来柔软圆润, 或者捏起皮肤时能抓到厚厚一层, 这就是皮下脂肪。 内脏脂肪位于腹腔深处, 环绕在肝脏、肠道等器官周围。 适量时, 它能固定内脏位置, 但一旦过量, 就会让腹部明显鼓出, 形成典型的皮九度。 这两种脂肪中, 最值得警惕的是, 内脏脂肪, 因为它的代谢活跃度极高, 会分泌多种激素与炎症因子。 这些物质可能引发胰岛素抵抗, 动脉硬化, 脂肪肝等问题。 因此, 虽然胖看起来都一样, 但内脏型肥胖的健康风险, 远远高于皮下脂肪型肥胖。 另外, 性别之间也存在明显差异。 男性更容易积聚内脏脂肪, 女性则倾向于皮下脂肪堆积。 这就是为什么男性多是肚子胖, 女性多是全身软胖的原因。 四, 如何判断自己是否脂肪过多? 这时, 我们就要用到一个关键指标, 体脂肪率。 体脂肪率指的是体内脂肪重量在总体重中所占的比例。 一般而言, 男性标准体脂肪率约为18%左右, 女性则为28%左右。 如果超过这个范围, 就意味着脂肪储存过多, 身体开始出现能量过剩的状态。 如今, 大多数体重症都可以测量体脂肪率。 如果你的数值明显高于标准, 就必须考虑采取措施, 改善饮食结构,增加活动量, 或者提升身体的代谢能力。 五, 想不发胖, 就要从代谢入手。 也许你会问那该怎么做呢? 答案就在一个词, 基础代谢。 它是指人在安静状态下, 即使不运动时, 身体为了维持生命活动, 如呼吸、 心跳、 体温调节等而自动消耗的能量。 它相当于身体的最低能耗。 基础代谢越高, 身体自然燃烧的能量就越多。 基础代谢越低, 即使不多吃, 也更容易发胖。 基础代谢在十几岁时达到巅峰, 之后会随着年龄逐渐下降。 这也是为什么人到中年以后, 即便饮食没有明显增加, 腹部却更容易鼓起的原因。 此外, 基础代谢还与体格和肌肉量密切相关。 肌肉组织的能量消耗是脂肪的三倍以上。 这意味着, 只要你增加肌肉, 就能显著提升基础代谢水平, 让身体变得更不容易胖。 六, 力量训练, 让身体成为易受体质。 做力量训练可以提高代谢, 不容易发胖。 这句话是真的, 无论男女, 只要通过适度的力量训练增加肌肉量, 基础代谢就能提高, 身体自然更容易维持理想体重。 女性也不必担心会练得太壮。 由于女性体内的雄性激素水平较低, 正常的力量训练只会让线条更紧实, 而不会变得肌肉发达。 换句话说, 想要不易发胖的身体, 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增加肌肉。 不一定要去健身房, 在家也可以通过徒手训练, 或跟着YouTube上的教学视频进行, 每天哪怕只花10到15分钟, 也能逐步改变代谢状态。 理解了这一切, 我们就能明白, 吃得多并不是问题的全部, 真正的关键在于, 你身体是否有足够的能力, 把这些能量消耗掉。 控制饮食只是第一步, 真正让人保持健康与轻盈的, 是代谢力与肌肉量。 接下来是第二部分, 如何通过饮食减少内脏脂肪。 接下来我们要谈的是吃这件事。 很多人一提到饮食, 就想到节食、挨饿, 戒掉所有喜欢的食物。 但其实, 饮食并不是少吃, 而是吃对。 只要掌握正确的饮食方法, 就能在不牺牲食欲的情况下, 自然地减少内脏脂肪。 下面我们将从三个方向来说明, 如何通过饮食有效地控制脂肪。 烹饪方式, 优质蛋白来源, 以及富含膳食纤维的食材选择。 一, 选择正确的烹饪方式。 从油开始减脂。 要想减少体内脂肪, 第一步其实不是少吃, 而是少油。 许多人平时吃的并不多, 却因为烹饪方式错误, 导致热量悄悄超标。 事实上, 只要改变烹饪方式, 就能显著降低脂肪与热量的摄入。 结论先说, 炸不如烤, 烤不如煮, 煮不如蒸。 按脂肪和热量从高到低的顺序排列。 也就是说, 最推荐的是蒸, 其次是煮, 再次是烤, 而油炸是最不推荐的。 同样一块肌肉, 用不同的方式烹调。 热量差异可能高达一倍。 油炸会让食材吸收大量油脂, 外酥内嫩的口感固然诱人, 但脂肪也悄悄堆积在体内。 相反, 烤或蒸的方式, 会在加热过程中, 让肉类的脂肪自然融化并流出。 成品中的脂肪和热量因此显著减少。 不过, 这里有个容易被忽视的陷阱。 如果你又把流出的油拿去做酱汁, 或者加入高热量的调味料, 例如蛋黄酱、奶油酱或含糖酱汁, 那就等于白费功夫, 原本减少的脂肪又重新回来了。 关键在于, 烹饪时应尽量少用油, 去除食材表面的多余油脂, 调味也要尽可能清淡, 长期下来也能对减少内脏脂肪起到明显效果。 二, 摄取青贝鱼的惊人力量, 来自大海的天然燃脂剂。 青贝鱼, 例如青鱼、 沙丁鱼、 秋刀鱼、 青花鱼等, 堪称抑制体脂肪的天才食材。 过去大家常听说, DHA能让大脑更灵活, 提升记忆力。 但如今研究发现, 它与另一种同样重要的成分, EPA, 在减少内脏脂肪方面, 也具有显著功效。 这两种脂肪酸, 不仅能抑制体脂肪的堆积, 还能降低血液中的中性脂肪, 改善血液循环, 并预防动脉硬化、 心脏病、 中风、 糖尿病, 甚至认知障碍等多种疾病。 换句话说, 常吃青贝鱼, 不只是瘦, 还是活得更健康。 研究建议, 每天摄取约1000毫克的DHA和EPA, 要达到这个量, 其实不难。 每天只要在一餐中, 加入一份青贝鱼, 如青鱼, 秋刀鱼, 沙丁鱼等, 就足以摄入充足的DHA与EPA。 三, 海藻, 日本人天生的体质救星, 除了青贝鱼, 还有一种食材, 在防止内脏脂肪方面功不可没, 那就是海藻, 无论是海带, 裙带菜, 昆布, 紫菜, 还是阳漆菜, 它们都属于低热量。 高膳食纤维, 富含矿物质的健康食物,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, 海藻中含有大量的可溶性膳食纤维, 这种纤维在胃中会吸收水分膨胀, 使食物停留时间更长, 让人更容易产生饱腹感, 从而自然减少进食量。 在肠道中, 这些膳食纤维会被分解成短链脂肪酸, 能有效抑制中性脂肪的吸收, 同时促进能量代谢。 也就是说, 海藻不仅让你少吃, 还让身体多消耗, 它既是天然的食欲抑制剂, 也是脂肪燃烧助推器, 如果能有意识地增加摄入量, 比如, 在卫生汤中多加一些海带或裙带菜, 在沙拉中加入少量子菜丝, 在炖菜中放一点昆布提味, 这些小小的改变, 都会对控制体脂肪起到长期的积极作用。 接下来是第三部分, 有效燃烧脂肪的具体技巧。 我们来讲讲燃烧脂肪的食用技巧, 怎样通过习惯和行动来消除脂肪。 结论先说, 无论量多小, 时间多短, 关键是要养成运动的习惯, 想要减少身体上多余的脂肪, 光靠节食是不够的, 必须配合能燃烧脂肪的运动。 当然, 运动这个词对每个人来说意义不同, 有的人每天能运动一小时, 有的人每天只有十分钟。 但真正重要的不是做什么运动, 做多久, 而是让动起来成为一种日常习惯。 只要持续, 就一定有效, 哪怕只是每天散步三十分钟, 只要持续进行, 也能看到明显效果。 定期运动能让身体变成不容易发胖的体质, 这是因为, 当你持续运动时, 体内那些把营养转化为脂肪的酶会逐渐变得不活跃, 从而让脂肪合成变慢, 身体更难堆积脂肪。 此外, 运动还能增加肌肉量, 而肌肉能让基础代谢上升, 基础代谢越高, 身体就会自动燃烧更多热量, 这样就能自然地变成吃不胖的体质。 运动的好处不止减脂, 我们之前好多期视频也多次提过, 运动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减肥, 它对健康、专注力、记忆力甚至智力都有积极影响。 研究表明, 缺乏运动对健康的危害, 甚至比吸烟习惯还要严重。 所以无论如何, 一定要让运动成为你的生活习惯。 没时间运动的人怎么办? 确实, 很多上班族或忙碌的人很难抽出时间去运动, 不像学生时代那样有社团活动。 成年后, 运动机会明显减少, 这也是普遍的现实, 但别担心, 在开始正式去健身房、游泳、 或报课程之前, 你可以先在日常生活中增加一些小动作。 例如, 刷牙的时候顺便做几下深蹲, 看书或打电话时边走边活动, 工作间隙站起来伸展几分钟, 重要的是多动一点这种意识, 哪怕是这些碎片时间的运动, 也有实实在在的效果。 不需要连续运动一小时, 有人可能会想这种零碎运动真的有用吗? 答案是, 有用, 哪怕只动五分钟, 只要积少成多, 总量够多就行。 科学研究证明, 运动的关键在于总运动量, 而不是连续时间的长短, 也就是说, 不需要一口气运动一个小时, 即使分成几次短时间活动, 只要合计时间足够, 也能获得同样的脂肪燃烧效果, 还能起到保护内脏的作用。 只要你每天都在做出一点点正确的选择, 吃得清淡一点, 烹饪方式健康一点, 多吃鱼, 多吃蔬菜, 多吃富含纤维的食物, 哪怕只是多走几步, 伸伸腰, 做几下深蹲, 这些微小的积累, 都会让你的身体悄悄发生改变。 脂肪不是敌人, 它只是能量的储备。 真正需要我们对抗的, 是让脂肪无法被消耗的生活方式, 调整饮食, 养成运动习惯, 提高代谢。 这些看似简单的习惯, 才是让身体重获平衡, 保持轻盈的根本。 让我们从今天开始, 用正确的饮食与运动, 让脂肪重新回到它该在的位置, 让身体变得更轻盈, 更有活力, 也让自己重新找回那个最舒适, 最自在的状态。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, 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, 记得点赞、订阅, 并开启小铃铛通知, 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 在下次的节目中, 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,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, 我们下期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,